新北市警官处在去年为了配合淡海轻轨通车 将上万坪的土地进行绿煤化整理 警官处表示这片土地现在打造成可食地景花园 将会维持到土地开发阶段 因此近期内民众都可以来到这里亲近大自然 而且配合轻轨捷运公司 这里还设置了几米艺术装置彩色货柜屋 欢迎民众有空一起来这边游玩 新北市警官处在去年为了配合淡海轻轨通车 将上万坪的土地进行绿煤化整理 而警官处表示其实这块土地是属于营建署的仓储用地 过去没有进行开发现在市府农业局联手新北捷运公司 将这片土地由上万坪开始种植绿煤化植栽 包括了许多的警官花海 以及农业局过去极力推广的可食地景 打造一处新北假日时光园区 我们把这个基地打造成一个跟轻轨元素 可以结合的一个花海跟绿地 那希望呢在这段期间呢 大家其实来做轻轨来淡水游玩 可以感受到我们这边新北市的一片花海跟绿意 那同时呢我们这里也有打造一个新北市最大的可食地景 那把我们新北市 我们新北市在这里 我们现在我们把它种下这些蔬菜 将来呢我们这些蔬菜的收成 会跟附近的居民跟一些团体能够一起分享 未来这边呢我们也会把它开放给这附近的居民 能够一起来认养 大家一起来这边来去享受做一个都市农耕 警官处表是这一片土地 现在打造成为可食地景花园 将会维持到土地开发的阶段 因此近期内都可以让民众进来这边亲近 而且配合捷运轻轨公司 还会有几米艺术装具 彩色货柜物 让民众可以在这边享受阳光与花海的悠闲时刻 那这块地呢我们目前就是预计会 至少会到现在在3月31号之前会维持到 这这样子的情况会一直维持 警官处表示现场除了有大面积的花海之外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边是全新北市最大的可食地景 有种植20多种的蔬果 未来在这些蔬果成熟之后 将可以配合附近社区居民来采收 并且分享来任养 大家一起来做都市农耕 而未来这片假日时光可食地景花园 将会维持到3月底 之后市府将会纳入新北市绿佳园 持续进行绿美化作业 让这一片土地可以维持更多色彩与内容 记得许多人应该学财阳回答